我說許小欣 許小欣的戰略目標不是拉下 拉下民進黨 許小欣的戰略目標是選上 對 他的目標就是選上 他在管理什麼人做總統 所以現在國民黨裡面 台北市有六小湖就是這個心態 跟委員說一句話也說 所以這個非力陣營 到底誰能代表非力陣營 來把民進黨拉下來 張委員 啊不是就是侯友宜嗎 這個科魯你的發言人 藍白陣營 唯一能代表非力陣營 藍白陣營 就那個老大可以拉掉賴清德的 就是侯友宜 不要懷疑 柯文哲 彈花一線 那都嫁 郭台銘這種的 培股類 這都嫁 一定要 就是侯友宜 我不嫁我去做發言 好 所以吳子佳現在說呢 這個柯文哲跟侯友宜 已經越來越接近了 所以請教一下委員 那我覺得朱麗文真的是先知 你們真的有內參民調 這個好友誼 這個已經要追上科文歌了 所以真的是有這份內參民調嗎 想當初大家都會說 朱麗文是不是信口開河 那你們現在可以放鞭炮了嗎 內參民調是真的啊 我相信因為其實黨內 其實一直到來做滾東市內參民調 那當然是我認為朱主席講的是一個趨勢 那他也把這趨勢說出來 那當時很多人都說朱麗文提出正名 不要隨便亂講話 吳子佳跳出來正名 但其實不管是吳子佳正分民調 跟後來很多媒體 那你幹嘛笑 為什麼剛剛講到侯友宜要追上科文哲 你幹嘛笑 我沒有笑 我笑是開心的笑 我們要往上起飛 但是其實我覺得其實從整個格局跟幾個外看 這個是不意外的事情 不是說這個侯友宜最不重要科文哲問題 而是現在賴清是很穩定的 大概三成三到四成這個週間 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沒有人影響到他 那現在你看 老實講我覺得最近新聞最多是誰 先侯友宜再科文哲 那現在新聞沒什麼 那全部都是這國民黨 可能內鬥內亂 然後要不要支持侯友宜 類似的新聞層出不行 有嗎前站我都沒有看到侯友宜出來答案 你覺得最近有侯友宜的新聞嗎 他去日本吃的麵還有紅背心而已 沒有啦就是說就是說很多議題反而很好玩 現在像集中在這個反而是民調落後 這兩位身上 那這兩位身上你看到格局就是這樣子 賴清的穩定的領先之後 剩下就變成科文哲或侯友去分配 那你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即便已無職業這份民調你看到 如果不把郭台銘納進來的話 你看科文哲也才22% 那侯友宜大概18到19 換句話說沒有郭台銘因素的時候 這兩個人基本上已經不會差距太多了 那這也顯示前一陣子前一兩個月 蔡文哲所謂比較領先比較強勢的民調 他是曇花一現 那不是說柯文哲沒有這能力變第二名 甚至變第一名 而是說這中間有很多是游離的選票 這游離選票可能不喜歡民進黨 那接下來就看國民黨怎樣去把 就是說可以怎麼樣去把這些票把它搶回來嗎 那不管這樣再把郭台銘放棄的話 格局更明顯嘛 三個和尚沒水和嘛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嘛 去把所有的那個民調攤開之後 大家平均平均變成20%左右 那老實講啊 不管是今天是兩組候選人還是三組候選人 非綠的支持者很難選啊 我不知道誰才會有最有機會贏嘛 所以我們來看今天要怎麼樣去把這樣民調 或這樣趨勢把它往上 很簡單你要把這個所謂的非綠的這樣子 或是在野共主嗎 首先不是不好意思 那個什麼 有人講嗎 不然金普聰老師還是說 那個朱立倫講 在野共主嗎 主要就是你要把在野共主這個 這個形勢 各強勢把它跳出來之後 讓所有人願意去支持嗎 那還是要講講一點喔 這或許大家會講到 就是我想到國民黨最近就是說 大家覺得說國民黨最近內部好像大家比較具有爭議 就是說大家好像不知道該支持誰啊 然後小金門好像意志好像沒有那麼清楚喔 不是是意志不堅定 不是不清楚 沒有喔 沒有我要講喔 就是包含許曉欣講的說 這個就是現在不要打科文哲 他現在是總統級的軍師耶 我覺得他的邏輯是對的 邏輯是對怎麼講喔 就是說今天的確第一名叫做這個賴清德是民進黨 那我們共同的前提的框架叫做拉下民進黨 這戰略目標大家都一樣 然後上架了民眾黨是不是 對我接下來問第二個問題 誰來拉下民進黨 到底是國民黨要拉下民進黨 還是民眾黨要拉下民進黨 我覺得這個議題這個問號 讓這個國民黨支持者你們去好好思考一下 這很簡單嘛 拉下民進黨的確大家都有這個戰略目標啊 那在拉下民進黨之前 國民黨的支持者很多人都說 我們要放下陳建 我們目的就要拉下民進黨 所以呢誰拉下沒有問題 我們一起團結合作 那請問團結合作 當你國民黨支持者 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你有問過柯文哲的想法嗎 柯文哲有要跟我們團結合作嗎 如果柯文哲也願意好 大家坐下來談 我們彼此聯合競選 或結合一定的節目的話 我支持啊 因為你為什麼要透過我們節目 呼喚藍影小機呢 你應該自己去跟他們講吧 我沒有呼喚藍影小機啊 我說這個戰略是對的 但是問題是這戰略的前提之下 老實講更重要是講什麼 就是到底我們跟民眾黨路線差異在哪裡 我們一樣是要打倒民進黨 沒錯 我們木曜一樣啊 那打倒完之後 剩下這一群人 我們要怎麼樣告訴民眾說 我們更有能力拉下民進黨 我們更有能力執政 這是國民黨 我們現在要該加強嗎 所以回到許曉金 為什麼我說許曉金邏輯 跟他說法是對的 因為的確你要把一個強勢的戰略目標 跟你的主體性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 你努力的去針對民進黨實證 去做一樣一個進行一個積極的評論 跟進行一個積極攻擊 當然才能喚起所謂的非綠的支持者的一個 一個凝聚嗎 那這過程當中 你說到底要不要攻擊民眾黨或柯文哲 不是攻不攻擊的問題啊 他有講什麼話 他有做什麼事 我們拿出來去檢視嗎 那我們也不是特別說要去黑他 要去怎麼樣 而是讓事實證據攤在陽光下 讓民眾自己去選擇誰更有能力執政嗎 一川哥我覺得這樣聽起來怪怪 怎麼會是應該去打民進黨 你們老三不是應該要先拉柯文哲老二嗎 你們看起來都已經很接近 不是要先趕快把柯文哲拉下來才對嗎 對啦就是說這個藍白現在想要拉下民進黨 反正民進黨在藍白眼中就是貪污 腐敗 黑金堵堵都是民進黨 所以金普聰說話很清楚 只要黑金堵堵背景的都不是國民黨 所以你想你們那些對議長代表會主席的什麼農議會 只要黑金堵堵都切掉了 那些人為什麼要集集合友 那些都不用 這叫柯文哲差不多 你想那民眾黨的追蹤很高 民眾黨的科分追蹤很高 他們沒辦法接受像館長那種罵三字經的你知道嗎 因為聽到都很高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甩鍋館長 所以對柯文哲叫這個金普聰來講就是說 只要地方派系涉及黑金堵堵 涉及這種過去做不好的 抬掉抬掉抬掉 這樣才能夠跟民進黨有區隔 才會把牛鬼蛇神殺掉 火龍百標 這些都抬掉 什麼嘉義的職棒牽毒的牽毒的 都切掉 都切掉 以前會選的都切掉 都切掉 這一個戰略目標 就跟我說的叫徐曉鑫一樣 徐曉鑫也很討厭這些人 所以徐曉鑫可能也開始要切館長 因為都很高尚的 這都北部天龍國的 都很高尚 國民黨現在有天龍國國民黨 叫非天龍國的 非天龍國的這群現在都走去國台銘而已 你看我們沒有 對我們都黑金堵堵 對你們朱立倫金捕衝 侯友宜 柯文哲你們都很高尚 像我們都怕你們不行不行不行 所以我自己來挺郭台銘 國民黨現在的狀況會變成這樣 都切不開 萬一要抓人好 萬一又要抓人不好 我說徐曉鑫 徐曉鑫的戰略目標不是拉下 拉下民進黨 徐曉鑫的戰略目標是選上 對 他的目標就是選上 他在管理什麼人做總統 所以現在國民黨裡面 台北市有六小胡 就是這個心態 台北市不計打 那他幹嘛要說 不要去打柯文哲 要去打賴清德 再來講 如果你侯友宜跟柯文哲 已經讓他們那麼近的話 你應該去打柯文哲 才對 因為打柯文哲 有聲量 柯文哲出門自帶自帶 SPA-LINE 侯友宜 侯友宜吃麵糊 吃麵糊 對侯友宜要幹什麼 所以徐曉鑫 對柯文哲出門 柯文哲說前瞻 前瞻有問題 徐曉鑫就跳出來 侯友宜說什麼 侯友宜 去日本說 不同不獨不武 中華民國 我以前練軍校的時候 每天晚上吃 維利雜加麵 警校 警校 都熬夜讀書 好 從這個東西 對徐曉鑫來說 他沒興趣 所以國民黨是台北市 這幾個的戰略目標 他們的戰略目標 不是讓侯友宜當選 戰略目標是我自己立委要當選 所以才會進入討論說 搞到委員說幾句話 所以這個 非力陣營 到底誰能代表 非力陣營 來把民進黨拉下來 張委員 那不是就是侯友宜嗎 這跟科魯 那些花言人 藍白陣營 唯一能代表 非力陣營 藍白陣營 那個老大可以拉掉 賴清德的 就是侯友宜 不要懷疑 張委員你這樣說 你有一點懷疑 你都會給我嗎 我不是說我有這個提議 我是說我都要讓非力的去思考 這個事情 我們當然是覺得這一定是侯友宜 這也沒思考 你說大家不要思考 我現在看到了民調 這也沒思考 就是侯友宜 跟我們做彈花一線 那都嫁 郭台銘這種的 這都嫁 一定要 其實侯友宜 我沒有嫁我去做花園 我跟你說